再来看一条 漳州市政府提供的最新消息 22号中午11点25分 漳州龙岩高速发生重大车祸 造成11人死亡 35人受伤 其中8人伤势严重 据介绍 再从龙岩市开往漳州市的高速公路南京线河西长下坡1号紧急停车路段 一辆干L3823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 因刹车失灵 先后碰撞了一部敏蒂UM793号小轿车和一部贵C80937号卧铺大客车和一部敏E63356号大货车 漳州市政府称 据第一时间了解 事故造成大客车上8人死亡 15人受伤 事故现场清理完毕后发现11人死亡 35人受伤 这辆大客车属于贵州省尊义汽车运输集团省纪客运有限公司 核载44人 实载45人 其中小孩3人 事故发生后 福建省和漳州市主要领导赶往现场组织救援 目前伤者已被送往漳州市医院 解放军175医院 漳州市第三医院和南京县医院 得到有效救治 高速公路已单向恢复通车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漳州市政府表示将全力做好善后工作 同时成立事故调查组 开展事故调查查明原因 分清责任 依法处理